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慧玲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美国大规模枪案频传 研究作案凶器多为合法入手 根据美国司法部研究机构 国家司法协会汇证资料 1966年至2019年这段期间 77%的大规模枪击案嫌犯 作案用的武器 至少有部分是合法购入 2019年之后情况没有多大改变 根据数据 美国大型枪击事件中 仅13%的歹徒已非法购得枪支犯案 另有32.5%枪击案作案枪支来源 无法确认 美三月CPI年增率5% 创近两年新低 同棚仍顽固 美国三月通货膨胀显著缓和 消费者物价年增率降至5% 创近两年来新低 但房租等非能源 食品物价涨势顽固 凸显联准会赖高利率 以利通膨回归目标2%挑战重重 劳工部数据显示 美国三月能源价格 将去年同期下跌6.4% 单月跌幅也达3.5% 包含房租的居住费用 三月上涨0.6% 账幅虽低于二月的0.8% 仍是核心通膨顽固的元凶 抵消通货膨胀 美国邮政局拟提高一等邮票价格 美国邮政局准备将 一等邮票价格提高5.4% 从60美分上调至63美分 如果邮政监管委员会批准 将于7月9号起生效 邮局表示涨价是为了抵消通货膨胀 一等邮票价格自2019年初 从50美分调涨至现在的60美分以来 已经上涨32% 大多数人用来寄信和支付账单的 一等邮票是邮局收入最高的邮件类别 在2022年总收入的788亿美元中 占242亿美元 洛杉矶路坑三星期没人修补 75岁魔会阿诺出手了 阿诺史瓦辛格新任加州州长后 继续住在洛杉矶 日前他发现住家附近的马路出现坑洞 他找人带了铲子厘清沙土上街亲自动手补动 阿诺说路上这个超大坑害得汽车脚踏车损坏 这一带的住户全都受不了 洛杉矶入冬以来多次暴雨 造成路面到处是坑洞和裂缝 在阿诺动手填坑之前 布伦特伍德当地居民 以速度请当局派员补平 但是一直没有人处理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